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哲學飛行邪舞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黃華前輩 黃華前輩其實非常特殊 就是說他是因為倡導台獨運動 或者是為了民主化運動 總共做勞了23年 他有幾個 而且他是國家認證 國民黨政府認證的夾擊流氓 被管訓了兩年半 被管訓兩年半 但他還不知悔感 所以出來以後就開始又從事民主運動 又被關了十年 關完十年以後 尤其是在1967年 1967年 又跟了一群朋友 又做了一個台獨組織 一直被關到1975年 1975年完了以後 在1976年 然後在之前 1987年 還有1976年到1987 1976年那個過程是他剛好跟 當時的黃信介做台灣爭論 做台灣爭論 完了以後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在1987年5月30號出獄的時候 在不到一個禮拜之間 1987年6月6號去找鎮南龍 這個故事 找鎮南龍 開始了新國家運動 在台南 新國家運動 其實就是台獨運動 只是一般 當時沒辦法去接受這個概念 所以他們做了新國家運動 在整個台灣到處巡迴 這個事件一直到1989年 鎮南龍4月7號自焚 到那段時間 完了以後呢 在1990年的時候 他就繼續又繼續 繼續他又被關了一年半 一年半才出來 這個在Wikipedia 大家都可以看到黃華 你只要打黃華大家可以看到 這段故事的過程 其實他黃華前輩給我們一個 是一個 有些是人格的奮戰 然後解除爭取自由 然後對一個國家的想像的努力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可能在我們這一代的人 要看到這樣的人 其實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他今天來談這些東西 是可以給我們更好的鼓勵 然後我們可以從前輩上面 他們在意志啦 思考啦 還有行動上面 給我們一些啟發 這個是一個 而且我們同時也要展望 在之後的未來 當下的時候 下一步我們要怎麼走 那這個是我們在談 今天談民主運動到國家自覺 這個過程裡面 那為什麼題目叫做 解嚴後的未經之工 我們以為解嚴以後 所有事情都已經完成了 可是實際上在1987年的7月15號 解嚴之後 很多的民主化運動才在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那個開始以後 我們以為解嚴完了以後 已經民主化了 可是這解嚴不等於民主化 那所以解嚴到民主化 民主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那解嚴之後也不代表說 台灣人民脫離了國民黨的壓迫 那也不代表台灣人民 已經開始獨立建國了 這個跟解嚴當然沒有什麼 可能有關係 但是我們還沒有做完 所以前一輩還沒有做完 我們下一輩 可能就一輩一代一代的 你要前不後繼的去努力 那所以我們也要從黃華先生 給我們一些啟發 這些啟發其實 我想會對我們受用 那另外一個邀請到馮大衛 馮大衛先生 他是影像工作者 他也是長期在台灣做很多民主運動裡面 他有實際上的參與 然後也做一些影像記錄的觀察 也參與不同的不一樣的組織 雖然他不是在一個最台前的 那所以可以透過他的角度 側面的觀察 或者是去面對歷史的時候 有一個新一代的 怎麼去面對過去這個歷史的想法 那最後我們今天在談的問題 大概前二十分鐘 會請黃華先生來跟我們談 台灣民主化的這個進程 那這個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那接下來再請馮大衛 大衛、David來跟我們談一下 他的觀察 那第二段的時候就是 黃華先生有一個台灣人民自覺 台灣自治政府的基本法的草案 他有一些他自己對於國家想像的構想 然後當然他也想要幫 目前的我們還活在一個中華民國體制下面 的一種尷尬的情況下 然後讓我們沒辦法真正獨立建國 或者說怎麼去面對中華民國的問題 他會提出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所以當他台灣這個看法的時候 再請大衛再做一些comment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大家就可以開放頭 其實我們這一代 包括我們在國民黨教育那一代 比如說像我們是沒有談過台灣史 我們在台灣這樣 台灣的民主運動史 其實我們也沒有學過 課本也沒有教 或者說有一些 對於國民黨的這種制度上 包括戒嚴的存在的必要性 或者言論自由的東西 你好像也沒有感覺 大概是我們 因為你被洗腦得非常厲害 等到你開始思考的時候 其實慢慢就是有個覺醒的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在天然獨 跟天然獨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天然獨應該 雖然他們叫天然獨是相對年輕的 可是他們一定有個覺醒的過程 所以黎明虎可能要先問 那個豐華前輩 那覺醒的覺醒的過程 其實是那個關鍵點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下 先從這裡開始說 我們再來說後面 好嗎 說你個人的 那這麥國立 我是要講台語還是國語 我們講國語應該是北京話 比如中國大陸現在講普通話 我今天時代都叫國語 我今天時代都叫北京話 國語是後來流通的在國語 以前呢 我在我小學一年結學 正好光紅 我是民國三十五年開始讀書 那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以後 十一月以後 我是一九四六年 民國三十五年 一九四六年開始讀書 這麥國三十五年 我看這麥國三十五年 我看這麥國三十五年 我現在是要用 我如果說台語 你們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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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們聽台語聽得到關係 要聽我說台語 因為我早就像這樣說台語 我很多文字都知道說台語 這也很少 像我這個學 對 很少人 像中春宏的台語音樂是我自己的 他開始 他只能說北楊語演講台語不可以演講 所以我學台語演講 我是怎樣學呢 我在做偏僚以前 但是我也不想帶他演講 我是為了買演講 買帶他演講的 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 都去聽講講 以前有公國經 國所在那裡有公國經 那些公國經都拿一本這個無教秀書 這樣看的時候 聰明一下 就這樣寫下去 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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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去聽講講 才會講台語的演講 因為如果演講要用台語演講 因為我們每個時候都北洋語 國語 北洋語的文字 畫 要用台語演講是不太簡單 我們就要通俗話 聽音沒聽音 所以我是希望我來用台語演講 將來高興的再給我用字幕 字幕讓年輕人看著字幕就知道意思了 也讓他聽台語演講 其實台語 以前的人都台語演講 我現在時代也聽到 像我老爸 像我老爸 我老爸是 上海會來人講 北洋語來人講 日本來人講 他都講得很難 我老爸以前 日本時代不去中國 四季去 OK 我們現在先不要說話 我今天很重要就是 希望跟大家來討論 不是聽我演講 我說的問題 希望大家我們來討論 那麼我現在要講幾項台詞 就是剛才他講的說 改字改言 以前 改字改言 以前 1949年至198千年 七月十五 1949年 五月十九 法改言 開始 198千年 七月十五 這三八年中 這三八年中 是各分黨用高壓 建言 統治 你們那時候 都看不出 說那時候的規短性 現在 現在的人生活 慣勢 如果比較多的那個時候 就要討論他 你們沒有注意就要討論他 我又聽得更簡單的說 他說 十月三月 是九月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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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那你如果說 鄉皇宗 問說 答案的說 今天拜託了 他如果要死 他說拜託 這樣就換討論了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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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說拜託 今天禮拜託 但是台語說拜託 拜託也好像拜託 所以你十月三月 你不能說拜託 不能問人說拜託 問人拜託就像 好像九十年 九十年 那時候 我們現在你賣總統好像賣爽的 以前不但賣總統 連國民都也不可以賣 那時候很多人不知道法律 我們街人頭一次出來選市議員 有一個人 好 在那裡這樣想 那時候 後來這樣打開 打倒國民黨 這好像很嚴重 去那個人 那個人本身是無處心的 所以知道 打倒國民黨沒有辦法 可是 好是在那個時候 八歲的認中 國民黨就勝負了 所有的做大關都國民黨 那時候 就像我們街人家 國民黨的主委 比市長那麼大 市長那麼嚴重 跟中共現在一樣 對 國民黨的主委 是市長那麼嚴重 你會說 林金星 做大陸市長部主委 林金 做來政部長後來 做大陸市長部主委 林金就是 那個誰人 那個人 他老爸 林金星做大陸市長部主委 他那時候大陸市長部的市長部都怕他了 因為他可以做大陸市長部主委 就是什麼 就是集結局的情形 就是集結局的情形 所以可以做大陸市長部主委 他管理大陸市長部主委 你所有的貸名都給你決定的 你說什麼貸名 集結局的貸名 集結局的貸名都給你決定的 所以林金星很出名 人家如果要來選議說 你選多少錢 你如果沒有選多少錢 這樣不夠 因為國民黨如果沒有選錢 要選議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我今天說到這裡 198千年以前 這個鈣鹽通締的會在過程中 是一切黨國教育 一切我們不但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作動的自由 像我們四、五個開港 要說到政府 像我們以前來抓起來 就有人補了 補了那邊就憲平就來猶豫 以前是這樣 這個概念時代是這種情形 所以八個 還有一條 不可以聽辣椒 辣椒的 所有人 你不可以聽中國的 很多人 因為聽辣椒去拿去 這個日本裡面 差不多有 最少三文字的 就是聽辣椒 聽所有人 聽所有人聽到的 還要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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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替衛匪宣傳 這樣就要打七年 你如果只聽辣椒 打三年 去三甘法 比較多 聽辣椒 再去轉播一下 所以想就七年 以前是這種情形 我告訴你 第一件事 我最有關 就我來講 那不是算完略 我真的還想要退房國民黨 那一般英雄 百分之八十 有關的人 完全完全 還想到 要政治 心裡很少 去跟黃河學生 去跟黃河學生 說我每次有當黃河 去我家 我給他住一家 這樣他就變智慧了 政治犯是這樣來的 像我們來講 差不多十分之二 正有十分之二的 政治犯 十分之八是 完全完略的政治犯 概念時代的 那個亂捏人 那三七是 彈辣椒 夫妻八道 彈辣椒 之後 夫妻八道 他自己也補正在醫生 因為傳說 比如說有一個叫 馮塑華 什麼 紅燮華 那個三點最紅 這個馮塑華是 紅燮華 紅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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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這個話 紅燮華 他是蘇伯 蘇北人 蘇北人 蘇北是哪裡 江蘇的北部 江蘇北部 蘇北 他 他的蘇北 在控制旗艦發插 插到什麼程度 這個日本人 只會打在那裡 國民黨也會打在那裡 共生黨也會打在那裡 日本來他也會限量 共生黨來他也會增量 國民黨來他也會退座 所以三方面都可以抓他 如果國民黨 就能說你是漢奸 也可以說你是共匪 共匪也說你是國特 你是漢奸 對 日本人也會說 你中國的就沒有 所以這個紅燮華 他對國民黨 走來台灣 他在中國 他要把日本做過 要把共生黨做過 要把國民黨做 然後做到富翁中 結果他對國民黨 走來台灣 走來台灣 他這樣做修學教員 做到校長 他們竟然這樣做到中校 結果因為他中國人的感情 他說 好 一天不知道 吃酒吃得多了 跟他的董事說 對 老母子不簡單 連原子彈都弄出來了 他說原子彈都弄出來了 一句話說下去 不知道經過一年 一半年 不知道 人家把他記錄起來 不知道怎麼把他設想 把他抓起來 把他倒精 倒精的時候抓起來 要抓起來 頭一次打十二年 十二年剛才最近說 去美國出發問 去拿拿大一類重大無事 大無事 剛才回來了之後 所有的那時候 我在管的時候 所有的地方 如果十二年上一次上次 不返事了 以前很多人這樣做 很多人去外省特別多 所以外星人 如果我看到的时候 扣枪毙的80%是外星人 因为外星人没什么 因为台湾市吃得少 所以如果台湾人台进去 他都不跟得枪毙 然后他就会加造造一个人知道了 如果外星人捏枪毙 没人知道 所以我告诉你 他去建国 选择一群没死的 那时候来的很多案件都变死刑 我现在很简单 就是在钙严医情的国民党的统治 是一个钙严统治高压统治 而我们的人是很不言论自由 不行动自由 也不作动的自由 我选择几个礼拜 主要是为了我要作动 我作动我就是什么 你大安大学做习惯做钢严医 我要抵护的时候 抵护以前我小孩很辛苦做钢严医 来做小孩的工 抵护之后因为我没有文凭 所以我没有自己去靠大学 我始终只有读了一个学籍 每个都是主席的 结果呢 我因为要抵护的课程 一个天后前差不多几个多月了 我去看了一个博主 看了台湾大学招标工程 后边校长前世亮 我从那时候想给前世亮说 我跟他相爱自转的一样 我跟他说我现在 我认为我自己有能力考大学 但是我没有文凭学考 我现在要想读大学课业 要记...是不是... 我就看到这个广告我就想到说 找到你这个台湾最高的学府的校长 你可不可以帮我忙 在你的学校或者学校附近 找到一个让我可以符合的职业 然后我在台大旁听大学课业 我这样想的 18天以后他就告代民事座庁 民事座庁是叫我去 大家一起报道 我跟他安排很感兴 就说是这样来的 安排很感兴 我就是这样胖天 我跟大家说 我本来这个医情 是 我对科学很处理 我一直想要当科学 我没有读法证 本来没有这些兴趣 结果呢 碰到一个大学教授是 后来当过政治讯息主任 台大政治讯息主任 叫黄仲桂 他一天到晚都在我这个图书 图书 我是越南市 他... 那个... 《纽约时报》跟《南华早报》 都是英文报 这两个英文报呢 只有他在借 没有其他人借 他借呢 他每天来卸看 一个早上就在做paper 记录paper做很多 那个时候没电脑 一个礼拜就演讲一次 上课一次 这个... 这个教授告诉我说 你不要去读理科啦 那个时候理科喔 你没有留学啊 没有机会 台湾连一个研究所都没有 理科啊工科的研究所都没有 你一定要留学才有机会 拿到硕士或者博士 那时候没有博士班 那时候清华大学还没出来 所以呢 他说你上课呢 去... 这个政理他说你上课 上课台政理 他说你刚刚... 你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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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多东西我想 heard 那个历士工人 那一些人 bicycle 他说?... 那个... 我们那些主任... 他是太历士 他说... 历士的... iderstern会用台队的... 那结果我背后驻到就没按了 我 Pilif Class and allstate 所以我很希望跟你们讨论历史 现在 改天改行疫情 我的诉讼厌别 我仅仅时代 我竟然会自愿从军 我在17岁16岁 小时候我家庭 我14岁家庭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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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到台北做婴儿缸 所以每天我真的流浪 以这下来我真的熟 我就做咖啡店的包 或者是送面包 送酱油 我都做过 学酱油 面包 学土 结果呢 我竟然去的时候 有一个太平剑 叫做太平剑被打成 被打成全国的报纸 电视 没有说没有电视 广播电台啊 这个电影啊 这个报纸啊 一日大网报到后 全国 各个学校 掀起这个自愿从军 我说得比较注意 现在我的媒婿 叫杨郑雄 他那个时候 他是二南中学 高中的印尼 印尼班 全班册名 还要去做兵 那家庭说 你怎么都去 我没关系 哈哈哈哈哈哈 结果四五个代表去了 那时候 那时候 那个参谈 那时候 看说 那时候的通知 就像他现在看了 北韩 朝鲜 很像 朝鲜 他们对 金正日 金日成 金正恩 那时候 那时候 就像我小孩 时代 我要去做兵 那现在 较愚蜜 我要去做兵 我是真的 想为国家牺牲奋斗 死的 不要想 想我这厉害 做小孩 那时候 如果去做兵 那些犀牲也就有 隔壇了 结果 我去做兵的时候 那些老兵 没有人 大家都要 退幕 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反攻大陆 我也想要反攻大陆 没有人想要反攻大陆 没有人想要反攻大陆 判斗 共产党 以前 他们都看到 跟共产党 修台 是去走 走到台湾 但是 那时候 给他 補充影响的时候 他不知道 做兵 想为 替国家 犀牲奋斗 结果 这些老兵 大家都想要退幕 没有人要反攻 没有人想要反攻大陆 有可能反攻大陆 你想说 那时候 我们想 那个专团 这样多厉害 你就看到 现在的 这个表现 的这种专团 没什么遗憾 我现在 简单 说到这里 不要再说太多 就是说 我给他们 关于国家 这个故事 没有 有什么 有什么 我现在 刚才我说的 你做兵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 做兵 发现 所有人 所有的 都没有工 差太多 还有 一件事 做兵呢 我在做兵的时候 我那时候 不知道 我做政治战事 我就应该做 政治战事 但是呢 我就是 头上是叫你够设 一些政治教材 政治教材 我也很理论 认识 我三民主义 都可以背 我 认识三民主义 那个演讲 演讲稿 我读了七遍 我就 代替我们那个船 去参加政治大考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考高奖 我 三民主义 考八十多分 政治学的 考八十多分 考高中奖 一定考试 如果三民主义 很熟 我如果要教三民主义 我不用 看世 所以 这个 这个 不好意思 黄教授 我 我继续说 你说 我跟你说 我一件事 就是 我本来去大安大 你做工友 但是 那个时候 我替我以前 我有去抠掉 一个工手 抠掉工手 抠掉工手 这个工手 是 跟厌医师合作的 我们的老闆是 承茂榜 但没有補 承茂榜 承茂榜 他叫 台湾 通信干亚公司 立邦教 承茂榜 他叫 承茂榜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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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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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我現在說一個小子 在我去江青的時候 那些我是隔壁的 我19歲 他們都28歲 我22歲 22歲 他們28歲 他們28歲的人 大家都沒看過你一半 我沒看過 我小時候在家裡沒看過你一半 但是他們給我七八歲的人 都看過你一半 所以他們很責任 他們很責任 他們都靠著中國人來通緝 二禮拜以前的中國人怎麼通緝 我現在最近才知道 中國人通緝為什麼發生二禮拜 其實二禮拜是台灣發生 台灣人民特別是讓日本貫過 日本把我們貫的時候比較爽軌道 其實中國在建後 分派在國所在去 都只是討厭 不是只單去台灣 只是討厭 我聽到安徽人 安徽人 不是 聽到這個安徽人 安徽人說 建後去這段安徽人是廣西人 廣西人 廣西人 廣西人說 你本來照我們變廣西人的殖民地 廣西人那一關安徽 是好像退役的 動不動就會被敲壁 所以台灣人的思想好 如果他們從中國來講 所以中國總是跟國民都在燒炮 為什麼國民都在走 那種脫肥之後 那種不必說也來走 所以台灣是因為有日本比較特別 所以有發生二次辦 中國是國所全都發生二次辦 結果不是發生二次辦 他們在搞共產黨 全都發生共產黨來拿去 來接受 所以這是 從而我告訴你 這個原因我最近才知道 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1927年民國16年 國民黨所謂統一全國 北華統一 開始殉政 開始殉政就是國民黨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它養成這個專政的人 專政的官兵都很抱得不得了 然後國國在燒 結果他們這樣一黨專政 之後你看一黨專政 到1927年到19民國17年 1938年 民國28年 到1945年47年再行憲 所以這20年中 國民黨的專政 造成國民黨的官員 很抱不得了 蠻肯的不得了 所以那種人來通知台灣 當然會發生二次辦 其實通知中國 真的所有人都發生二次辦 是 他們這樣可能共產黨 接受了 不是發生二次辦 不是共產黨都接受 所以國民黨會發生二次辦 這是這裡 當然是這裡 所以我最近這裡 我發現了問題 這其實是這樣 我現在說 現在 是嗎 我先說這裡是有些選擇 可能有兩個 還是 沒有先說 你先說 我先說 你先說 你先說 各位好 我是今天的語談的重大位 因為我本身有參與過一些 百色恐怖跟228的影片 所以 其實還蠻習慣說 像跟華華前輩這樣子對談 或者說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說 其實 他把他過去這個故事 跟我們台灣自己 這段歷史 也就是說 這個 他的命運 可以說是 一個台灣意識在近代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範例 或者說 我們可以看到他用這麼好的精神 還有這麼流利的台語演講 來把這事情講出來 其實我本身還蠻感動的 為什麼 因為 我本身也是 那個 激進黨的黨員 就是之前叫做激進側議 那我們這個團體 可能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但是其實我們就一直有在推廣說 包括 台語成為台灣的官方語言 台語教育的重要性 以及 從我們自己實踐開始做起 我還沒有做到 我這個很抱歉 就是 我們很多人出來演講 盡量就是用台語在演講 推行 台語羅馬制的這個書寫 那 我今天想 本來想說像前面一樣 跟大家一樣介紹自己 但我想說十五分鐘可能介紹不完 我想先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謝謝 謝謝 今天被知見的人 他們只是主席者研究的熱視神經症 因為他們不接手術服不安慮現狀 致力於參川主席者的謊言 因此他們也被創作過恐怖分子 今天可能已經忘記他們 走過他們被處決的地點而一無所知 但唯獨不能漠視他們改寫了軍王統治的歷史 推動每個民族向前方針 也許在當時他們必須要有一點異想天開 他們盯著白紙想到了整理與人的契約 他們一對搖頭卻聽見見道的親戚 他們平時努力卻看到未來自由的群眾 我們以為他們只是過去的歷史人物 其實他們就是當下的禮物 只要我們願意行動 因為我們要堅定相信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地改變我們國家的命運 好 好 OK 謝謝 我稍微講一下,這個影片的概念就是用地球村的一個地圖來做的一個圖像 那這些國家包括有印尼、日本 甚至之前其實還有考慮過用越南 或者說像美國的金恩博士這一段,我應該蠻多人都知道 我是把他們都放在同樣的,好像是隔壁人家隔壁鄰居一樣 那其實我一直想講,這個是那時候2016年為了基金車營參選 跟台南合作的影片,但其實我們要推廣一個理念就是 如果從二戰後到現在,已經這麼多國家都獨立,都已經建立自己的國家 都有了自己的民族定位,那為什麼台灣表面上看起來是很先進國家 而且我們常常也跟人家說,我們已經民族化了 我們也擺脫了國民黨獨裁統治這些問題 可是事實上,你卻連今天這樣一群人在這邊聚會 然後說我要追求台灣獨立,都變成是少數派 就是,我們很多朋友常在講說,如果你是美國人 你應該就是天然美獨啊,就是美獨 你是英國人就是印獨,你是日本人就是日獨 那為什麼台灣人追求台灣獨立,變成是一個 台灣人是必須引而不削,或是說必須用非正式官方圖的途徑來講的這個事情 我因為有接觸過一些從白色恐怖以來的這些受難者前輩 我覺得其實有很有趣的事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他們的生命經驗,它是刻在這個苦難裡面 那事實上這個苦難是你我今天得以在這邊的一個基礎 可是我們卻很難從一個所謂正式的教育 還有就是所謂一般的傳播媒體 還有從我們的所謂常識範圍裡面製造這些事情 我們都必須用一種好像比較私下 或是說我今天自己有興趣 像上上禮拜我跟清凱有去那個景美人權園區的一個展覽的開幕 就是都是你到開幕的時候其實你會感嘆說 這些老人家的故事這麼精彩 然後清美人權園區這個在繡廊橋下這個一個不起眼的地方 可是事實上是當時可以說是轟動國際 而且影響甚至也有影響打州局勢的一個地方 關了這麼多台灣的精英在裡面 就像那時候他們在綠島的時候 其實大家知道綠島上,島上有什麼嗎? 有交響樂團,就早期黃花前輩那個 比他更早期一些受難者的 因為有畫家,有藝術家,有老師 有交響樂團,有外科醫生團隊 都是台大的這些醫學院學生 然後綠島的小孩有一陣子因為 早期的政治犯是可以出來做工的 他們常幫綠島的小朋友補習 所以綠島後來出了很多校長 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荒謬性在於說 我們過去把這麼多的精英人才 因為一個國民黨的政治獨裁的實行這種理由 所以整個浪費掉 所以今天台灣你看到很多問題 你隨著民主化那個問題會更加浮現 什麼問題呢? 像比方說我們自己是做很像的 文化界大家現在看到的 所謂文創化的商品問題 台灣社會開發的問題 或者說我們還看到更多是說 媒體到現在是不是還掌握在少數財團 那這些財團背後又是誰? 其實你每一個層面在台灣看到問題 其實都跟國民黨有關 所以基金創意他常在講的這幾年 他說國民黨不倒了台灣不會好 那個問題不是只是一個國民黨的政黨 或者說國民黨這個黨產這個問題而已 事實上黨產這個已經是所謂我們現在 我想今天來這邊應該多半都是關於 所謂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門檻中的門檻 我事實上更除了說轉型正義裡面 對於國民黨黨產以及對於這些不義行為的追溯之外 我覺得我們更應該關心說 像皇上前輩他們這樣的生命界 他怎麼樣變成我們台灣人的普遍共識 怎麼樣不是只是我們嘴巴上說傳承 他變成是我們真的台灣的歷史教育 是我們台灣人精神的土壤 那我覺得其實像我是做影像的 我覺得我們這台也是有責任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今天來的時候就剛剛開始自我介紹 看到哇塞四台攝影機對著我 其實平常都是我是那個拿攝影機的人 或是我是站在後面的人 其實就是有感覺好像張皇上前輩很光 瞬間有那個媒體光環在這邊 不好意思 那可是我覺得真的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會去看梁說辛德勒的名單 我們會去看像是那個卸聽風暴這樣點 但是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這些 這麼精彩的故事 這麼重要的生命體驗 而且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影響我們這些問題 他很少被翻拍成大家可以看的故事 他很少變成一個你很容易接觸到的一個歷史教育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的 我現在四十幾歲 非常需要努力 那我們小時候其實也算是接受到 比較尾端後期的黨國教育 可是我自己我要稍微在那邊提一下說 我的家族可能又不太一樣 那我跟剛剛前面這位同學一樣 就是所謂的外省家庭 我是所謂第三代 但是因為我外公他之前是在國防部的政戰部上班 所以他就有慢慢印象所知 他甚至可能有參與過就是柏陽事件的追捕 或是這個裡頭的工作人員 那所以其實我大概在2000年後 我慢慢開始因為做紀錄片 然後就是接觸到受難之後 其實我自己本身我有一種可以說是贖罪 或是說一種跟其他的人一種不太一樣的心態 就是我想到說我自己是一個加害者的子孫 可是我整個家族除了可能我媽媽 我兄弟少數幾個人之外 因為我們家族算是還蠻純學的外省 幾乎跟本省家庭通婚的還蠻少的 就到我這一代都還是 我就是我爸媽也都是外省家庭之外 外省的話不見得去加害者 對就是我要講的是說 那這些其他的家族的親友 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加害者 或者說他們覺得他們加害是應該的 就像我們常聽到就是說 那個時代沒有辦法 因為要防止共肥 因為要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原因 所以必須要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或者說他們甚至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更可惡 現在常聽到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 90年代有所謂的那個 戒嚴時代不當審判補償委員 補償基金會嘛對不對 黃千輩也知道這個事情 那因為我曾經訪問過這個 基金會的這個負責人 叫劉恆慶 他是以前那個錦美軍法局這邊的法官 所以他曾經在美麗老事件的時候參與過 那其實我那時候訪問到 然後知道他這個背景的時候也覺得很妙 他說你既然是軍法局的人 然後你又在錦美算是擔任過蠻重要的這個工作 為什麼後來你會做這個補償工作 他說因為國防部到上面都覺得他很熟悉這些受害者 然後他也很熟悉這些案件流程 所以他來處理會比較好 這個已經聽起來荒謬 再來更荒謬說這個人喔 他前兩年很有名就是什麼 他是那個 他現在當律師 所以呢 我們在看到洪仲秋事件的時候 他出來幫連長打官司 他是連長那邊的律師 辯護律師 那當然這也許是他的自由沒有做 可是我常常可以聽到他對媒體就是大放厥詞說 我這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不管是從以前就是接受命令要判決這些美麗老的犯人 到現在就是我作為補償 不是補償喔 注意一下這法律概念不一樣 因為那個賠償的話 其實是國家本身他有一個所謂罪行的前提在簽名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些都是依照命令做依法行政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這個叫這幾年最流行的社會學概念 是什麼 邪惡的平庸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 這個邪惡平庸並不是所謂一個時髦的文青用詞 也並不是一個說 這個是這十幾二十年才被西方重視的概念 它其實是深深的埋在我們身邊每個東西 每個人旁邊的一件事情 而且有這麼多的人他參與過這個 包括說我家裡的那個長輩 我外公 或者說我們這些其他認同幫助的人 其實這樣想想其實蠻可怕的 就是到現在這個土地上面 你不管是說你中華民國要修憲 讓台灣變成一個正常國家 還是說我們要用台灣獨立的方式 追求台灣變成一個 那這個東西都不處理 難道說我們永遠只能 就是聽著他們用一種個人生命經驗方式 來傳承給你們 給我嗎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在想辦法在找這個問題的出口 或者說我每次跟我朋友走到那個獅子林大樓 走到那個拉拉飯店的時候 我都會嘴巴刀剌 我可能我旁邊的人都快受不了 我說這個以前就是刑場 這個以前這邊死過很多人 這邊的冤魂都沒有得到真正的那個 慰藉 兇手沒有抓出來 然後台灣一天到晚跟你說 我好怕買到兇宅 我好怕住到兇宅 你整個台北就是一個很大的兇宅 你把兇手 蔣介石供奉在那邊 然後你說 你很怕兇宅 你很怕說 住到兇宅會被冤魂殘勝 那我覺得 你不管是從宗教的角度來看 還是從一個其他角度 或是說比較刻意 你拜兇手這件事情很矛盾 然後結果你說 你很怕兇宅 很怕說我今天來到這個地下室 這個地下室 會不會過去發生不好的事情 你整個台灣就發生過很多不好的事情 可是你從來不面對它 不處理它 對不對 我們一直都聽到受害者這個部分的經驗 非常真實 非常動人 我們什麼時候才要處理加害者 這是我希望說 我們可以在台灣建國跟自治的過程中 這不但是我們的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 事實上它也是我們的一個負面文化資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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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David有這麼深的感觸 所以 這個 之後還要找你多來談一下 因為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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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較好 就是這樣 一定要把這些東西 那個講出來 那因為 其實有些東西 我們講說 所謂的 加害者的子孫 我們現在都一般來講說 加害者的子孫其實 因為你不是實際上有加害者 那個 加害沒有辦法遺傳 就負債不能自還 所以 除非你是得到那個 繼承了一個過去的利益 所以 其實那個 那種 懺悔 其實 我覺得它可能需要 需要考量一下 對 因為你不要為自己沒有做過錯事 而懺悔 不然的話 我們這個 又會回到比較傳統的 那種概念 你要為自己 沒有做過事情 但是我覺得 在整個制度上面 其實要去反省這件事情 或者整個制度上要對於那些受害者 對於真正的加害者 有一些 一些正面的處理 這個 不然它會永遠留給一些 比較善良的 有良心的人 的那種 形成的罪惡感 而那個罪惡感可能是 是沒有 我覺得是多餘的 就比如說 在很多的情況下是說 你為什麼要對你自己沒有做過事情 產生到感到罪惡感 那這個實際上 可能會 讓我們趕快忽略了真正的加害者 跟真正的受害者 這是剛剛 David在講 那現在我們剛剛要談的是說 剛剛黃華前輩還沒有講到就是說 我覺得有一段故事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在 我跟台語說 因為 一九八千年 跟楊了 一直到 我們台灣的民主法 在過程裡面 民主法 其實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對 現在看我們 我們想說 一九八千年 你跟台南龍記憶開始 出國跟台南龍記憶開始 一九九九二年 一九九二年 這段的時間 你可以來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先說這段 再來說另外 好 好 好 所以 由于他说去 我想跟你说一项事 就是说什么呢 你不管为了前三代 前二代 他以前在家里做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现在学习 现在学习文明人 我们的祖先 以前都做脱卫 如果不是做脱卫不加油 我们不可能较到现在 而我们大多数 他去台湾的 都怕症 都扎症 都愤症 愤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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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这些 大多数都托位 尤其台湾的 很多都犯罪走过来 所以 你也不用去 为了你老边的台市 你如果说自己无关的 又无关的 我老公那不知道做法庭的派台市 我也不知道 所以 那你不用去 结果 我相信 那些派台市 现在介绍 就是还在持续 持续中 问题是这个 现在是这样 要说人凶啦 人凶是讲电视的 我们现在说到回来 这些有很多的事情 是应该要厘清 要追求真相 真相是不是一定要保护 不一定 但是 真相要搞清楚 人家说 真相不了解 无法和解 所以 真相要搞清楚 那我们现在想象中就是 很多档案都扣掉了 我这本 这两个月才太好 我经过一遍 因为这两个月就不改很多 这里有很多名字 是两个月 我也不知道 到现在才知道 我跟大家告诉你 你更知道 中海教 同意 古今担富有 集成 跟日本 放进台湾 配合这样的事情 是中海教 正东西 你还知道吗 你知道吗 要看过去就知道 高中的什么 集成 跟同意 集成 跟同意 我最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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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集成 跟同意过 同意过 同意过 日本跟台湾 配合 日本跟台湾 配合 反正我说 集成 跟台湾 台湾 中海民国 没有台湾支出款 台湾支出款 台湾支不是 中海民国 人土 台湾支出款 这些事情都不知道 跟民政党现在有很多人 有评论 民政党也说 台湾这个主权主义国家 国号叫中华民国 这就胡说八道 这就最胡说八道 这样的事情 我最终就知道 现在就不要说 跟妳说的 我1987年5月30日出日 正好前一天 这个胡 端午节的前一天 那天我出来是跟文姓改 就准备 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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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這幾天這幾天看了那個時代雜誌 好 我看了那個時代雜誌 你是你嗎 怎麼能看啊 可以 可以 人家所可以 他帶你就好 人家所就不關那樣 人家所在我看 我就在那裡看了多少錢 看他一個人就說 我這個人一定要出現第一步 我一定會出現這個人就知道 我就隨處他 我那一波卡住在那裡 剛才一個人 我就去 那些人給他一個人卡住在那裡 給他 這個 我告訴你 我就住在那裡 住在用心家裡 我剛出口的時候 因為 以前的人 做那個新新聞 給我頭對到那裡 頭對到那裡 我去 我娘給我住 我娘給我住 我第二天我就 走來 每天 每天都在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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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一個仔工 我家鞭子在住 我住搞二星期 住這父親 就住那二星期 因為那個布 你去哪一堆 住那邊 住那 tro兩星期 他去找他 然後 立體 manifestations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問題, 不論議員知道, 最近議員有三個月, 七月十五要解嚴, 我六個小孩很記憶, 七月十五要解嚴, 解嚴,我跟一個人記憶一年, 我們現在想著, 就是,我現在選頓臺灣統領這個議員, 以前跟一個人,以前跟一個人說, 現在可以說了, 現在可以說了, 現在可以說, 我們不跟一個人說, 我們這個達南, 譬如, 發財團, 跟我們道理, 都誰就拼了道理啊, 這個道, 沒有,我們都沒有這個道啊, 這個道, 是一個王國的謀號啊, 你真的很有感, 那時候還心白白, 我沒有問, 我沒有去接見這個問題, 我比較疼人問, 要怎麼來選頓, 這個人來騎, 那時候議員有說, 要怎麼選頓臺灣, 但是, 如果說王冠說, 像這個, 講大米加土林, 像這個, 講大米加土林, 這樣講大米加土林, 也會選項, 那時候, 我們兩個, 結果這樣幾年, 我做那些事實在後, 每禮拜幾一天, 每禮拜幾一天, 都領求, 吃飯, 韓國吃咖啡, 開港, 公三民主義, 要怎麼選頓, 那就是憲哥說, 要怎麼選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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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背後, 去年, 我們, 國民黨的感覺,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民主國家,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我們最大, 但是, 國民黨向來沒有幫我們, 都最大, 去年, 我們是國家主人, 我們這個國家, 要繼續做什麼, 要怎麼繼續做什麼, 應該是怎麼決定啊, 不是決定啊, 國防也有世界, 天安也有世界, 體制也有世界, 這樣來選頓, 我們現在要選頓, 我們應該, 中華不夠英國啊, 也不好啊, 應該這是國家, 所以國防也要選頓, 天安也要選頓, 啊, 用這樣來選頓, 是國家, 這樣, 給你做新的, 到我同學的議員選頓, 所以那時候, 剛才我們開始, 遊行, 開始要出來, 那時候, 去了記者, 記者, 誒, 這個是一個新的, 台獨, 和平的台獨宣傳, 呵呵呵, 好, 所以, 我跟人家說, 你一定會呢, 整年一趟的, 這樣就, 往新國家的民主, 還這樣, 開始, 有信仰的, 我們提出八, 八樣主張, 既然是國家還是主人, 還要國家, 這個, 主人, 人民可以決定, 啊, 這個國號, 是什麼國號, 憲法是什麼, 啊, 體制是什麼, 啊, 那這個社會應該也可以, 新社會, 所以我們新國號, 新社會, 新憲法, 新制度, 啊, 總統要民選, 啊, 我們提出八, 八樣主張出來, 來, 這個, 憲貴, 整年當今, 該貴, 那個選頓團, 啊, 該貴, 如果憲貴在議行看過, 在南門看過, 還是我起床的, 我起床的, 啊, 啊, 他們看過, 還想起來, 還想起來, 然後製造一個文學, 很漂亮的文學, 啊, 我們在, 遊行呢, 其實要運動是這樣子, 到一個店, 譬如, 去台港, 啊, 我們就, 那些人, 那些人, 比較多人的身材, 遊行, 啊, 他就, 什麼傳達,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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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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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啊, 那些人, 那些人, 啊, 啊, 那些人, 啊, 啊, 是一支支部, 啊, 結果, 我們啊, 團隊人, 我開始, 台南郎, 他比較好, 他, 開始叫他來, 差不多200萬的所為, 啊, 就要傳70萬, 才才去, 市部, 啊, 結果, 我是, 傳15萬, 不夠有存在, 台南郎, 有隻, 啊, 15萬, 到一個, 不夠有錢, 啊, 二十四分的,我們甲斗餃也有選擇,甲斗餃。 這個,我們跟每個地方,都可以甲施,順道無款喔,無款的錢喔, 像我們台東發電力所的,都無款八萬塊的, 八萬塊就,我們住以下的,所有的財務都不夠了, 那我們整天,這四六天裡面,不可以甲斗餃,不可以, 不可以,走路,你們吃飯不可以,但他們,你們以後會不可以吃飯不可以吃便宜? 來,不可以吃飯不可以,所以,我們走路的時候,不可以吃飯不可以吃便宜? 那一輪,這四六天不可以甲斗餃,喝酒會喝酒會喝酒會說, 不然就在那裡騎一個人都沒做 每一個人看過都白癢好多好色 所以被人騎一個人 所以信仰是這樣的 我們真的算不上去 我跟台南門 台南門我現在講到台南門 你來寫這個東西 還要跟人家說這個東西 啊 有的就是最近有新人拜師父親 就是我最近離開離世 去遼寇 遼到二伯 得到重病 他怎麼會做得到 遼寇那個醫療處比較差 跟他說我是流感 他說流感喔 他們在國道地 全面幫我送去泰國大便 我還沒送去泰國大便 我妹妹跟我的太太 兩個人都想我這樣聰明 然後又不吃醫療 這樣又不吃 想我泰國人都沒有聰明 因為台灣的流感就死了很多人 想我這樣聰明 我本來是瑩唐士大便 我問他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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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個人和母親 我問他一個人 那是一個人 但是,這次貼婚就說,台南郎死亡。 我本來一直以後會說,台南郎怎麼會這樣做? 怎麼會這樣來休息都不用死了? 啊,想起下去, 打瓣也不會,打瓣也不會,打瓣也不會,打瓣也行啊。 怎麼會這樣做? 我聽貼婚就說, 這次貼婚就說,喔,台南郎也會選得四。 他要選以前選得四, 這一個人要選三一包都選, 選得四不簡單, 你本來做一個人選得七包做什麼? 這個選得四,選得最好的時候。 啊,再想說,台南郎就是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為了思想百分之百的自由, 臨死互屈, 人家說,你若相認你的錯誤,你的思想錯誤, 你就不會死。 啊,你若不想生人, 這樣,你就要連這個都, 就有救又死。 他臨死互屈。 台南郎就是選定, 言論百分之百的自由而死, 這個題目。 啊,這個題目,我們現在看起來, 你若有世界人才尊嚴, 來致兩下,三十條來致,兩條, 第一是思想百分之百的自由, 第二是人人百分之百的自由, 這是基本人權。 以前的台南郎都不知道啊, 生氣喔, 我們也, 連理人也不知道說, 理人也不知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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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看到我現在做完, 這怎麼有,這怎麼有, 這怎麼有, 他如果知道, 他應該說,這不應該有很多。 但是他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 這是, 這是, 世界靈環三年, 第一次國中的日本靈環, 你的屬秀和你的言論百分之百的自由, 你發表, 你可以不贊助我的意見, 但是我又發表自由。 啊, 這個人, 今年那時候, 你為什麼都弄, 他今年不常, 這是不合法的。 啊,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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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寫, 十分黑暗粗了。 哦, 現在, 很多人寫, 五十錢啊, 跟老闆的, 都不在寫什麼的。 啊, 都不在寫啊, 啊, 以前, 看著, 台南無寫的, 那個台灣的黑暗粗完, 這樣就, 理人也要跟他通知。 理人也不知道說, 這應該是不合法。 你如果, 你能夠打過, 世界有關掌援, 他就知道怎麼會不合法。 你不打過。 啊, 這是基本的一種, 我們這個人都不知道, 以前, 文物是多少, 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也知道, 特別有的, 這是自己人的宣言, 特別去注意的問題。 所以, 我真的覺得, 柔友營還在做官司的, 一個人不嫁害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加害者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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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怪何友營, 應該先怪李登輝, 李登輝最大權利子, 他如果, 那時候他懂得, 世界人權宣言, 就是聯合國在1960年, 就發表了世界人權宣言, 裡面30條, 裡面就有這一條, 如果李登輝懂得, 馬上就根據這一條, 這個無罪啊, 怎麼可以判罪呢? 怎麼可以判罪呢? 你說李登輝要當總統啊, 所以, 他應該騎, 就會騎, 做他騎, 啊, 他不懂啦, 事態也不懂, 人家所謂也不懂, 我現在就是, 鐵輝就說, 一人用這個事, 的意義, 這麼想說, 我也不可能, 會不會有挑釁, 他去做一種, 紅頭, 跟我說話, 一個月前, 跟我記名, 騎到, 他跟我說, 這件事很精采, 好的, 萬一, 萬一, 你下一次一直讚, 我以前看你, 你現在很讚, 王軍早館, 現在很好, 沒有, 你現在下一次, 醫療的主題, 很好, 過一句, 可以挑釁, 過一句, 我也挑釁, 現在, 創醫院挑釁, 我就想, 我也有可能, 可以挑釁, 對啊, 所以, 我現在, 我還沒挑一種, 我現在, 不是說, 我選到要試, 就是我選到, 要試一種, 要做一種事情, 還沒試一種, 所以, 我現在想,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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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 像這個, 這個, 我現在, 下一次, 我, 我現在, 要說, 我, 這個, 這, 最近, 這, 最近, 發言說, 經年, 現在, 有別人, 外交部, 而且, 政府, 政府才可以外交部, 而且, 你說, 根據開 develops, 收入台灣, 台灣是它的頂土, 這個, 胡說八道, 外交部很清楚, 所以他就知道 现在20个人家国家 不是世界中国国家 是现在中国民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政府的 所以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就不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 承认他就不能承认我们 这是一中政策 一中外交政策 这我们现在台湾凭什么资格 跟人家争代表全中国啊 我说这个呢 我认得我我爱有证人 我们世界一家 我们全台湾 在世界中国 让人家说成作 就说这是配来的 我问我们母主体去台湾全都说 台湾全都不是一国家 中华民国 根本没有台湾的国家 因为中华民国 是 这个 被消灭国后 1919年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政府把它消灭掉 而1971年 零和国更是改变判决275大案 更判决蒋政府是非 把去除出境 把去除出境 所以呢 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是表示我们绝对没有前途 台湾绝对不能再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 是一个 现在这个国号 是个 漓王政府的国号 我们还用 继续用这个漓王政府的国号 而我们叫中华民国政府 这是害了我们台湾的子孙 我们永远没有前途 而禁止这项 现在就是1952年 1952年4月18号 这个 秋晋亚合约签订以后 28号 28号 4月28号 4月28号 因为我一个亲主是 我一个代表亲主是 048号 台湾联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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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之后应该很国家关联 我们台湾 我们以前的殖民地主是日本 日本是二十四天大战的战败国 战胜国 英国战胜国 英国战前的殖民地 印度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缅甸 都可以独立了 我们是 资本战败国 战败国的殖民地的人民 不能独立 我们还很糟糕 被本民党统治 用高压统治 统治了38年 在这38年间 因为把我们教育成大中国 我们很多人大中国思想 到1996年 虽然李登辉当了总统 民选总统 但是呢 也 陈水扁也当了总统 现在蔡英文也当总统 都是民选的 国会议员都民选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人民 还有很多人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是中国人 啊 啊 啊 只是这样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就是没有现代国家的管理 现代国家的管理是人人平静 你不一定要做中国人的 你不人美国人 那欧洲人 他今天高兴的做美国人 我做英国人 我做华国人 都可以做 为什么台湾的人 嘿 现在看到那个习近平故乎八道 一件人说六个不可以 从中国分离出去六个不可以 不管任何事 任何人 任何地方都不可以 嘿 可是如果说 我们台湾人跟中国人 中国台湾人 是港祖先 也没有那些规定说 他比较大 他比较困难 其实我们跟他同祖先 应该是我们跟他一样啊 平等啊 没有道理说 一定中国要管台湾啊 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管 中国大陆啊 以前讲历史说要管路大陆 要消灭共匪 我们现在没有人这样讲啊 他凭什么说他一定要管我们 凭什么说历史上尤其荒谬 他说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这样说全世界都台湾 没有全世界都是蒙古的 二俄是被蒙古管过 被蒙古管过 啊欧洲人 大部分都蒙古 都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 所以这天下大乱啊 真的哪里 这个听起来很荒谬 可是就是蒋介石跟蒋经国师 他还很爱讲一个东西 我们小时候大概常听到叫法统 老国但不可以退休 法统 中华民国不可以分割 法统 课本不可以交 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法统 就是跟中国现在这个天朝主义心态 其实是一样东西啦 法统 道统 儒教 其实它已经混合在一起了 我现在说 像习近平那套国就是没有 我们现在的人喔 台湾人 还有很多人 一半以上的人 还有没有现代国家观念 现代国家观念是一个 基本上是人人平等 没有交嘛 特别没有交啦 谁叫没有交 人人平等 啊我可以做台湾人 也可以做中国人 也可以做美国人 也可以做华国人 我高兴只要人家愿意接受 人家不见得会要接受啊 人家愿意接受的话 我应该可以选择我的国籍 而没有说我天生下来 就我不能改变 没有这个道理 欧洲人都是常常在改变国籍 那我们台湾人这么就 这么就 我们就多钱 好像都要同国人来管 怎么有这些事情 跟同国人有港座船 也没理由 港座船在边上啊 乡船在边上啊 乡船在边上啊 那他就我都要给你管 兄弟是班吗 对啊 不关联系的 没关系 你不跟我们做兄弟 不做兄弟就没关系 没关系 好像現在川普跟普丁要做兄弟 但如果做不成 中國跟我們看過我們的兒子 所以我們要做兄弟 至少要兄弟 無關的 那些兄弟 如果中國人這種關聯不改 那些兄弟也要做 那些兄弟也要做 就平均了 當你是有人的 那些兄弟也不好做 這很有名為人勉強 呵呵呵 我現在就想要四億錢 我現在就好玩 我現在好玩 我現在這個東西 我發現 如果是電腦傳給人 我現在傳給很多人 如果是比較多人 我就看 看電腦看去里面看得很辛苦 看得很辛苦 看得很辛苦 結果呢 我最近遇到一個醫生 在台北的里醫師 他也傳給他 他看得很辛苦 我拿著他這樣給他 我給他十分鐘就看完了 看得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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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鐘就看完了 所以我才想說 我本來是沒睡小學 我去那小學 我才是保證 都不給他火電 我睡一睡就把我插一條相片 直接來印成小車子 我這本來是要想 我才想要鼓勵大家 結果 最後我是講 台灣人 和國民党統治中間 我們有不斷的抗議 我講這個抗議的經過 很濃縮 我做這個台灣人反抗 蔣季王陶的這個濃縮史 我是比想要印這個 給年輕人去看 去看 不是他人的看法 看不到外面 他們去插電腦 插出來 他們去插電腦 這樣他們才會 才會知道才會 過去的台灣人不是沒有抗議 台灣人不是跟台灣人 包括外星人很多喔 自由中國是外星人 文心雜誌是外星人 那都不是台灣人 大學雜誌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外星人或一半台灣人 不知就像 我是想講這個 我就想說 美國結婚之前有一個嘗試流行 我們現在也有一個嘗試 像這個 老同儀 跟這個 王憲傑 他們很多 這些人 但是 那好像不太感動人 我知道 希望說 他們這個不是要感動人 是要叫你們去插電腦 讓你們台庫繼續插 我農縮而已 農縮讓你們插電腦 阿電腦呢 看起來 知道嗎 現在如果沒有看電腦呢 你來心 會想說 白米是人 我們台灣人沒有見過 為什麼沒有資格 為什麼沒有資格見過 啊其實 我們現在沒有見過 是 台灣人本身沒有資格 對 就是我們台灣人沒有資格 我們個人為資 而有 有一半 一半以上的人 知道說 改革人是中國人 如果現在看到香港的中國人 改革人是中國人 香港現在做中國人很辛苦 他們現在很老闆 他們不想做中國人 啊香港人 因為 他們還奸鬼 他們處於一奸鬼 所以 什麼人的戒端 不是只有做一國就一國 那 中國人差不多 看起來 有很多中國人 好像說 我身為中國人 死為中國本 可能他人生戒端 只有做中國人 他都沒有做男 他不知道 人生戒端是做人 做幾個人 這個人是擺脫你的國際行 所以我們也不一定要做台灣人 現在我們應該跟台灣生化做台灣人 如果去美國生化 你應該就是美國人 所以這是人人平定的觀念 由這個觀念 我現在想要講這個 是他們找的 他們不是找的 這小圖要做 他們兩個小措施 我現在最近去吉隆過之後 我發現說這件事 就要他們兩款 一款的 給校園看 他們比較漂亮的 有吸引力的 有相貨 有相貼的 有吸引力的 給校園看 那不用大禮 那如果讓老婆在家 那是再大禮 沒有太大禮 你看不看 你看不看 那後來沒有時間 男人去看 演電鬧 那少年都會演電鬧 那我的意思是 所以說我如果有生之年 那個校園如果給我多一年 我就等待會兒都會演電鬧 演電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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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沒有辦法演電鬧 是人家人家用 比如家人家人家用 我就去演電鬧 演電鬧 我現在演電鬧 不是街頭演電鬧 是希望唱 這樣演電鬧 有討論 有回應 有討論 這樣才有討論 我想說 我甚至要怎麼建立 就要所有的 大家人都很聰明 多數人要站出來 站出來的 我們一天 我們去立陶宛 波羅地海的那三個國家 還來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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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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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上海道也可以 還是都來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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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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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其實我最近看到上下的文書 這個網美秀下的文書 中國這樣都已經很怕了 就看到別人沒有考生理做什麼 賤人比較難 他們大之後證BS 因爲生理都要做 他們工作很多都要土 他們想感覺沒做生理他的要土 我們台灣都是準備好了 好像以前有很多人沒頭髮也沒關係 現在很多人沒頭髮都去找阿公阿嬤 或是到家去找人 婆子去找不清涼 他就請我吃飯了 所以台灣現在的情形是這樣是 我剛才跟你說 我希望在優生之年 不知道當時要聴去不知道 優生之年 再來做電南融 電南融的事以前有跟他講的事情 說剩下來是你們的事 那些剩下來是什麼事 當然是台灣建國 所以他為言論百分之百自由而死 但是如果今天沒有爭取到言論百分之百自由 我們今天不一定有跟他這樣說 不一定這樣 好像生活一百條不適合 但不一定有跟他亂說 現在大家都覺得 總統不覺得不爽 不爽 我們只要不要讓人捕捉 也不要讓人傷害人家的人格 而言論尤其平衡工程 公開的事情 現在都可以批評了 以前沒辦法做 所以現在可以出來選項 我現在進一步 我希望全台灣跟他人討論 叫人跟他辦鴻鋼會做黨會 做黨會 我講的東西 讓大家討論 我們現在要怎麼建國 我現在的想法 要不一定正確 大家勉強討論 我們民主社會 都要勉強討論 大家討論 這可以確定 好 大家等一下 來 因為要討論 所以我們要讓大家來講話 來講我自己的生活 我們差不多 大衛你要開始一年 你有什麼想要說 如果大家回家有意見的話 可以一起回應 這個有聲音嗎 有 其實 剛好今天有好幾個 是念歷史的同學 然後 陳青凱又是哲學系老師 其實 我們常常在看 像今天這樣的題目 比方說民主運動 國家自覺 或這些 都是很政治範圍的事情 或者是說 像我自己本身是念藝術 到底為什麼 現在 一隻腳踏進來這個領域 或是常常 在看 可能 比方說我現在常常看政治 歷史書 可能比藝術本身的 比方說比美學 或是比技術性的書 還要讀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後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軟體這個概念 像 我們現在其實都蠻回避說 講民族這個問題 可是事實上 我想 任何 在現在念慎會學 或是說對現代國家的概念 都知道 其實仍然是民族國家的問題 所以 以台灣這個問題 比方說 剛剛前輩講到說 台灣人 因為被洗腦成中國人 以及 所謂的說 就算是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他也回避國家自覺 獨立建國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 你不願意承擔一個民族的責任的話 那你更怎麼可能說 我用一個國家形式來實踐它 民族跟國家 我想 大家很多人應該知道 這是 互相相依的 是表理的 那 民族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東西 是 這個東西也是國民黨在戰後 把我們 台灣的文化毀化的一個根據之一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 社會 一個 一個自發性 然後一個 共同體性 一個 社會各個 中間層 跟中間階層的 一個合作的 一種狀態 那當然它牽扯到歷史 牽扯到哲學的概念 牽扯到認同 我講的可能比較簡單一點 對我的想法來講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常常看到就是說 從 台灣現在做很多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要從政府帶頭 要靠政府補助 政府拿錢 政府來砍口號 政府經濟治國 政府要自由文化 那這個一方面 當然是因為 經濟結構上 可能引臺政府做火車頭 或政府決定產生政策 可是另外一方面來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社會很缺乏這種 就是自發性行為 還有從社會中間階層做起的 這些 傳統 那這個傳統 我們把它講大一點好了 政治上我們可能叫它 叫公民社會 或者說我們叫它 叫做 這個社會的 以歐洲來講 它們就是各種層級的自治團體 從學術的自治團體 政治的 經商的 那這些自治團體 它們可能是以商人 或是不管是以各種身份 在參與這個社會的共治 跟社會的事業中間 它們其實承擔了 就是我們現在常常在講說 台灣企業也缺乏什麼 社會責任嘛 企業社會責任嘛 因為你沒有這個傳統嘛 為什麼很簡單嘛 又回到剛剛的問題嘛 你的企業大部分 大型企業都是國民黨養出來的 他為什麼要 他為什麼需要社會責任 他社會責任跟國民黨負責就好了 那再回來 我剛剛前面講到就是 缺乏建國意志 我覺得對我來講 到我這幾年在思考 最大問題就是說 我不認為自己是華人 因為我發現 我們必須放棄華人這個思考範疇 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去 走到像黃前輩講到說歐洲的這種狀態 因為 前陣子常跟朋友在聊 假如說 華人這種概念不是種族主義的話 什麼才是種族主義 如果說照華人這種概念的話 那 有個東西可以類比 就是以前德國很愛講的 大日和曼主義 大日和曼主義 因為說 過去這些地方全部都是神聖羅馬帝國 所以現在依然是我的 那就很好玩 英國皇室也是從德國出生的 所以英國也是德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是應該這樣宣稱嘛 那 可是 大家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東西你一定要跟他做個切斷 因為 神聖羅馬帝國可以主張領土 羅馬人也可以主張領土 他變一代言統治世界 蒙古也可以主張領土 奧圖曼帝國也可以主張領土 那 戰爭有點打不完 我覺得 那個所謂的切斷 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想像 跟一個現代化的思考的啟蒙 那 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 你如果去念了他 或是你開始了解他 對台灣的需要性之後 你會發現說 我要切斷跟所謂華人文化這個奇大 華人文化的奇大 不是說 我不能拜祖先 我不能夠認同我家祖先是 哪個中國縣是誰來的 或是說 我不能講中文這些東西 你應該是說 很清楚的 有個現代認同說 我是台灣人 那我要做台灣人 所以華人只是我祖先的一步 而且說真的以我來講 我家的弟子 因為我們家有那個穆斯林學董 我也不是真正的華人 嚴格一來講 我奶奶就已經不是華人了 當然他很喜歡自稱他是中國人 但其實 真正去看他們祖父 還有我媽媽那時候去中國探親的時候看 那其實 你就少數民族嘛 少數民族也是一種中國很帝國 帝國視野下的看法 其實你就不是中國一部分 你就是 等於是梁啟昭發明中國這個東西之後 被強迫劃進來 因為他們要搶奪這個清朝這個政權的合法繼承器 所以要強迫把這畫出來 而且你說 中國現在很愛講的這個不可分割 或是說 國民黨過去講這個法統 這個東西 也是從清朝那邊的領土 你明朝有這麼大的領土嗎 並沒有啊 宋朝其他朝勒 那你到底要追到哪個時代去 甚至萬一你真的有一天DNA測驗 發現 世友跟皇帝其實DNA都不是現在的中原人 那怎麼辦 那 就是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神話 可是這個神話 我覺得 它可以保持在一個 比較束縛的一種認同狀態 或是說 我們可以一種 像美國或是法國一樣 是一個公民民主的社會 那我覺得台灣很缺乏這個東西 你不真的只是說 我們現在是民主國家 所以我們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不要再講民主主義 這個很多齁 其實你應該是說 我怎麼樣去 釐清我跟這個華人的關係 我們做台灣人這個民族 所以像比方說李登輝 我們常常對他有諸多批評 像剛剛發話說 正來我們時代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 他對台灣這個民族的形成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我想念歷史的你知道 這沒有辦法跳過去 對 但是我們也可以 現在來講 我們可以很批判性的去看待說 他那個時代 他仍然受在他的政治思考 跟他的民族認同的問題裡面 他不敢做的事情 或是他少做什麼 那同樣來講 所以我們不會覺得說 我們是在謾罵民進黨政府 或是謾罵小英 或是不支持他 因為說真的 其實從十八世紀 十九世紀以來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民族的過程裡面 都有很多紛亂 很多正統的混淆 很多 甚至英國以前國會 是兩邊要畫紅線 為什麼 因為一到中間就打架了 然後打架 國會議場打架完 到外面去掏槍掏劍決鬥 如果那個時代有英國的八卦媒體跟電視化 那一定更精彩 每天都可以上演血腥事件 他們是這樣子一步步走出來 然後把傳統大家怎麼去 去建立議會政治那個狀態去慢慢地形塑出來 而且很多東西甚至是從他們這個封建社會裡面的那種 比方說行會或市民知識團裡面 慢慢也變成現代社會的狀態 那台灣現在戰後就是很缺乏這個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由上而下 動員政府命令政府政策 以我比較熟悉的藝文界來講 就是我曾經去參與拍攝過社區營造 社區藝術的這個活動的紀錄片 那其實那個時候在南部算是蠻大的活動 可是我們常發現說 這很大問題 當政府準備好錢 藝術家準備進入社區的時候 你為什麼還是做不出東西 因為社區的民眾已經習慣了 大部分來講 他習慣是說 你有個政策我來配合你做什麼 而不是說 他今天要把一個社區的在地文化怎麼樣去 他用他自己的方向去表示 台灣現在慢慢有這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的缺乏就是 所謂戒嚴留下來的問題 你所有東西 因為過去來講你不可以隨便集會 我們這樣幾個人集會就有問題了 然後再來是 你已經太習慣說 這個資源是來自於 這個中華美國政府 太習慣也來自於說 你是按照這個政府的政策 去走你的經濟發展 走你的文化建設 所以 包含從我們做體操 還有我們閱讀的書報 還有你看的這些三台媒體 它都是所謂政戰一文的一環 那我覺得一直到我來講 雖然霍華前輩他是很直接的 他讀這些東西在從裡面挑戰 可是我覺得一直到我來講 這個疑害還是有 有一點 就是高中以前 還是還讀到滿多這些東西 甚至因為我們家以前有住過眷村 都會收到那些就是相關的雜誌 我覺得這些東西 這些人不但留在台灣 他問題很大是說 我們怎麼去釐清 他對台灣這段時間人權被侵害 比方說像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他的那個責任是什麼 像德國他們就 在轉型正義法 他修了八次 德國 大家知道他二戰到現在 他的基本法 也就是他的憲法 你知道他修了幾次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人都一天早就說 不要弄憲法 弄憲法沒有意義 德國基本法修了五十四次 然後轉型正義的 光是檔案的這個 怎麼開放 誰可以讀哪些東西要塗黑 然後誰可不可以用那個政治審查 來決定他能不能去政府政治 這個東西搞了八次 德國的那個 動德命運警察倒台後 他們那個檔案 堆起來有111公里長 然後留下3900萬張的個人資料卡 就是可能包含外國人 但是這其實滿驚人的 所以他們其實一直也有爭議說 這個東西留了這麼多資料 是不是應該直接銷毀 當時不只是東德這邊的人 主張銷毀 連西德政府也主張說 就銷毀好了 因為這些都是 不應該被公開的秘密 可是問題來了 比方說 有一個案例是這樣 義大利有一個村子 納粹使他被滅村 然後這個資料在哪邊 在東德的那個 國家秘密檢查檔案局 你才知道是哪些 納粹黨的人 整個流程 整個 可是如果說 當時 德國統一之後 把這個資料整個銷毀 或者說德國 即使保存資料 他還是像台灣一樣 就是我不開放給你看 你只有少部分的人 能看一小部分 就是這樣 那 連義大利這個 要做 他怎麼去追這個真相 他都會追不到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他還影響到歐洲 或其他外國歷史 那德國他們這個爭議 其實很多次 可是我覺得他最重要的是說 他不但要釐清 失蹤者跟不明死亡案件 而且他要審查什麼 審查特定人事 公務員 民大 包含西德的 是不是有被秘密檢查 收買或是做為眼線的這種背景 再來就是說 後來有些檔案 因為流到民間去 或是甚至有人想用 檔案兜售的方式來獲取意義 那他們也立法就是說 任何人手上有這個 就是過去的這些不當的秘密檔案 你有那個法律義務 要把這個東西成交出來 那如果我們今天去上這個 德國的這個 他這個 就是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這個 現在是變成一個 基金會在處理 你去可以調閱這個資料的地方 他網站首頁就是說 當我們 對過去 歷史上的極權了解越深 才能更好的建立民主 OK 這是一個 我覺得很常識一個 應該說很開中民意的事情 那為什麼 陶原道現在還是用種種理由 去阻擋這個東西 到底誰抓黃黃前輩 到底誰告密了他 他的故事可不可以是 吹動大麥的風 可不可以是以父之名 為什麼 沒有被講出來 然後 嗯 或者說 我再回到 一個結語 就是我講到歷史跟哲學的部分 以我唸過一個叫班亞明的一個 德國的作家寫過 他說 在他的眼中 他覺得歷史學者 他看到那些勝利者的 不管是藝術文物也好 不管是精美畫作也好 可是他想到卻是被践踏在底下的 這些受難者以及歷史上失敗者的這些人的遺骨 他就想到 他覺得他對這些 即使是精美的文物 他都感到不寒而泥會打冷戰 因為這些東西不但只是 藝術家跟電台創作 他也是每個時代的 包括勞苦的大眾 包括受苦人的犧牲換取 他可能很多是掠奪的 也許是戰爭掠奪 像拿破爛那樣子 可是事實上還有種掠奪 每天都在進行 就是所謂的資本階級的掠奪 或者說 他們到現在也還在處理 就是二戰時期被納粹掠奪走的藝術品賣走 怎麼追回來的問題 那我們在建言時代也一樣有這個問題 包括說 每個調查局的人 警備總部的人 保密局的人 都可以從政治犯的 那個身家財產裡面 直接抽取 沒收來的比方五分之一 或是幾分之一作為獎金 所以他們每個都非常樂中的去 主動的脫害別人 我們怎麼樣防止這個事情再發生 我們怎麼把這個事情變成 我們國家自決建立裡頭一面 這是我們共同去 去打造說 我們防止未來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且把這個歷史如實的呈現出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David 因為在談 我們這樣談民主運動 其實有些我們對於過去的歷史了解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更清楚地去知道民主得來不易 或者是更能夠珍惜我們的民主 以及我們民主化還沒完成 他善待完成的部分 這是一個 然後當然他講的東西也是看待 我們現在台灣有說要做轉型正義 可是其實我們轉型正義 目前感覺好像還是口號而已 所以包含中正紀念堂 其實你沒有一個真正的處理方式 我們還是供奉一個獨裁者 這個問題其實都會對影響我們 對民主化 或者說我們覺得政黨輪替 就已經解決了這些事情 反正是政黨輪替 是不是有真正去面對這個 過去這種轉型正義的問題 直接很嚴肅去面對 他可能才能夠反過來 去保衛我們民主化的成果 這個是可以談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給大家 這個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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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還有有沒有 一 你要先說嗎 沒關係 稍等 稍等 我給你麥克風給你說 不然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還有誰 我們先三個 方正有三個 我要說 來 好 要不要 分享一下 來 沒有 我是剛剛針對 剛剛說了 那個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個馬關條約就把它補定掉了 對 所以是曾經被分割過 可以分割的 得一部分 不是不可分割 我講的問題是說 所謂的 中華民國法統 跟現在中國所謂不可分割 那個法統是 應該是中國 然後現場 而且我們現在是後現代的時候 講民主主義 應該是講說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的 那個 各地方的那種 人民的那種 住主性很高 所以會發展出自己的文化出來 所以這個民主的定義 不要像過去的那種 以前那種 現代的那種思潮 因為 現代主義的那種思潮 民主是一種 為了要統一 一個地區的人民 那可能現在是全球化的年代 非常注重地方的那種 文化的自主權 所以是不斷地在分化出來 所以 已經是變成這種小眾 地方的一種 自己自主化的一種 文化民主 現在講民主是應該講文化民主 所以我是說 我們台灣建國那種 為什麼講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說 我們台灣要建國 是有它的客觀的條件 那現在為什麼 我們台灣一直說 沒辦法建國 主要是來自於 中共 中共對台灣的威脅 美國根本就不 不希望台灣獨立 因為它是透過中華民國 這個假的那種國家 來控制台灣 那控制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再控制台灣 台灣是美國那種 這個要亞洲霸錢的一個 很重要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台灣獨立 第一個應該要反對 應該是反對美國才對 再來才是中共 再來是中華民國 只要搞清楚那個敵人是誰 應該是美國才對 美國根本不希望台灣獨立 因為你台灣獨立以後 你就不會聽它的控制了 你也不會去跟它購買武器 因為台灣獨立的話 台灣也可以跟中華 保持有好關係 我們不正常跟它做敵人 對不對 那是我們的靈性也 當然我們也跟它過去 有那種文化上的那種 關係 可是我們是我們 他們是他們 所以我們台灣獨立 是要從美國去著手 根本不希望我們台灣獨立 問題是在這裡 是 好 謝謝 試試問完 先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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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 我先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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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華先拜 就是 剛才說到 郭佑儀這個名字 他做的 他以前是打手 他是政府的打手 他一定 可能不是行到 先拜 譬如說他以前在抓人 他會行 他會反應領館 這些 我們現在想起來 基本的公平正 現在專業政 他在受害者的 那種心態 你要按照 譬如說 對民進黨的專業政 可能部門還是怎樣 看待這種 以前是共犯 但是他現在還站在 為的 站在政府的 譬如說 人家說軍法官就好了 那一九八幾年 二十幾歲的軍法官 現在叫你說 好像還在政府 對 他是不是會繼續做 破壞靈館的事情 他們可能是 必做邪惡的朋友 不自覺 因為他們以前就這樣過來 他沒有經過一個 歡喜 有一點是很配 給先輩 看不到 你像萬土這些 以前獨立者的 那種感覺 我想說 好奇是 你怎樣 可以放下那種怨恨啊 對這些 加害者 對你的這些 很沒人到的 譬如說 冬啊 可能也有去過程 這種 不好意思 那個還有一點就是 要回應一下大衛就是說 之前我看那個 被出賣的台灣的電影版 我們自己的故事 都不能在台灣拍了 他背後 也不知道什麼樣的力量 這明明是台灣 我們過去的前輩的故事 他算是比較近的 關於人物的故事 這些東西 暫時都還不能在台灣拍了 所以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出現像 垂凍剛賣風 或是說像南非 那個什麼 哭喊自由 這些東西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 抱歉我第一句話後 所以我用中文問 就是 因為我這大概三年左右 是在日本念書 那其實在海外 也有接觸一些前輩們等等 那 其實剛剛有講到說 就是像對於台灣獨立這件事情 就是我這幾年 就太陽化之後 其實也比較有自己在思考 那我覺得現在大概 其實會有 我自己有開始有點混淆 就是在台灣島 台灣這個島上面 其實真的還滿多種聲音 我想這也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沒有辦法台灣 今天可以說 我們要獨立建國的原因之一吧 就是可能有人會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啦 或者是說 我很開心 因為在日本其實每一年 都會有中華民國的國慶 當然我會去參加 就是慶祝中華民國他們 就是生日這樣子 那再來一種是說 就是我是台灣人了 可是取出來的是 中華民國國旗 可是他們其實知道 他們自己是台灣人 可是對於就是這個歷史 他們可能 因為像我以前也是 就是念國立憑影館的書 每次念到國共內戰這一段 國共內戰這一段 是最混亂的 一定是分數就是 錯都錯在這幾題 那以前的那些文藝復興什麼的 其實都 除了自己沒背好以外 那 國民黨那段時期真的很混亂 那我想就到現在 大概可以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現在也是 也帶了一些 關於台灣最近一百年的歷史的書 準備回去念 那第三種人就是比較偏激 我們會被說偏激 就是像貼上台灣國貼紙 或者是說 有那種什麼台灣黑熊 或者有的人說 中華台北也沒關係 我們就是台灣隊啊 什麼就也攬在一起 有點像第二種人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 如果要走向這個路的話 可能真的 我在想就是以前會覺得 好像是不太可能 那現在可能就是比較昇華一點 就是覺得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那再來可能也有人會講說 因為我問過 這樣是不是太那個一點 問過就是 國民黨的朋友 就說 贊成台灣獨立 那他其實常常給我的回應 就會比較是說 如果那個 不會打仗的獨立我就可以啊 就是會用一些比較 試兩波千金的方式 那我覺得有時候 不好意思我這段有點長 就是 當我們在回應這些就是 其實我也不太 我不知道中共會不會打過來 可是我覺得現在最大的敵人 其實 有點不太像是剛剛的前輩說 最大的敵人是在國外 而是台灣自己島上的人民 我們自己有沒有這個自覺 有沒有覺醒 不然的話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還比我們很遙遠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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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繼續在一起 我們繼續在一起 我們這個就是 一段好 我台語 兩條魚 錯個 您有聽不懂 那個 這個 我不會學生 是我孩子時代很難怪 我那個對我來說 不是太難怪 我孩子時代很難怪 我孩子時代 你做完课,设计时间很久 所以你关的时间, 店主我全心设计,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都不用。 所以,还有一个人, 我爱看设计,要设计, 所以,在第一点。 第二呢, 我买求他们是, 我没有关以前, 我就准备要关了。 他去第二次后, 第一次去做罗马官, 我感觉很大不败。 我刚刚刚去罗马, 我自以来时代跟政府姓, 两个人想念的, 寄给你很少。 想念的, 不想让人想念的。 去让官员, 大家都在买, 都在买我。 我以前住在买, 现在买买, 现在买买买买买, 都在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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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那时候看到国民党只是一堂专政 这样不是民主国家 那时候我也认为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政治如果要好 一定要民主政党 人民民主政党不能国民党一堂专政 一定要另外一个犯罪党出来 那时候民贼党 田园党都好笑 所以雷震他没做中国民主党 后来他没做我去做中国主党 后来我去做台湾青年统绩很厉害 中国有一个重点的理念是金 要赌党政治 因为这样子 我没想过 可能小孩时代 讨论这些犯罪 我这四人 只要我第三次去访关心 我认为我访关心 说是我认识的 我认识可以拿出去 所以我访第三次访关心 我认识没有辩论 我认识第三次访关心 我就跟他们说 你不管你没人家 我认识如何认识我都没人家 认识就算了 把他认识的认识 二条一是死刑 说认识也没关系 我认识一个绝识生源 我认识第三次认识 我认识到以前 我就开始认识两个月 认识两个月我认识那些宣言 我希望那些宣言 看人家出现没有 我有一种心情说 我这些东西撂出去 外面有人看我这些东西 我认识以前有人走动 我就认识就嫁他来 我自己这样想 所以第三次出学 关于十一年出来 民进总生理了 所以那时候心情 我第三次出学 感觉说发生求求 本来我想说第三次会死 关于死了 叫无死 第三次出学 我这时候出学的时候 就记者找我 几大年 就跟民间 这个就大家要找我 我就觉得说 我第三次出学 人觉得说 这个两后都结效就对了 都结贪的 这些外的都结贪的 以前都想说第三次会死 结果无死 无死都结贪的 现在还帮到 过人 我还过一回 就八十月了 我说七十九了 好 我以前想要先告诉我 我这四人可能六十五回而已 结果我只八十了 我想可能如果无意外 我只得八十没问题 所以我现在才发现说 未死以前我应该来电南云交代的事 我应该来尽量来做 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我身体不是很好 但是我又很厉害 我听到你 我应该赢我 不几个赢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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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刚也很清楚 所以我每天看电脑 现在一个很好的 电脑以前是很多面都要去读书馆就学 现在不需要 电脑假如有 看不见 古兴山选业 还是世界人权宣言 有的不的 我都看得到 电脑就掉到 所以不需要去读书馆 所以我现在看得到很方便 要找什么也很方便 所以现在是 口秀电脑还不正确 真的命还不够处理 我就有1900人 以外我现在过度回来就像 昨天你说我不求人 你说的问题是 这个 你跟我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我跟台湾人 对台湾土地建国有没有想法 对 现在台湾土地建国有没有想法 我现在跟你说一件事 我小孩时代说要做党的时候 大家也跟阿公 不可能 包括高兴跟阿公 好 国民党全世界只有共产党 如果没有政党 连美国也没有事 所以你想要跟国民党务政党 好了 你不用想了 那是过去 但我又继续 广西西要搞政党 但是那时 我说 李正弘抓去抓后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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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 连美国人 编身材 美国也吃猪肥 到我 要作同 美国人也贴出 我又继续务 不过 我就是一个信心 总是有一天 一定有人会作戏 結果我第三次去香港的 出版民進黨社會 這個中間我去香港的中間 大家不斷啊 打拼 我第三次去香港的 要讓郵政他們做公共政策什麼 公共政策什麼 公正會 新調令也做新調令 變年會 很多昨天 我以前都這樣想 很多年了 起初你看到好像不可能 現在你看到說 你怎麼台獨 各種生活很多 甚至有人說 好了 再去日本的路線 有人像林志森的民進府 他說是美國 現在台灣是美國的 這幾大堆 有的人現在 也反對修憲 有的人一定要自憲 這個以前我們做董 經過都一樣 所以我現在很有信心 過一段時間 差不多一年 這個基建就是分鎖 就是比較過鬆 現在是沒有溝通 沒溝通的 所以我們現在 很多人是誰 我不是 我沒有接受別人的 如果有人到庭的時候 我在想著表現 各位 你不讓我說完 我就不敢這樣 我一定要說完 我說的東西 你接受不接受別人的 其實 我說的東西 你不接受別人的 只要有要給我表現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經驗不受 我們要盡量讓人發言 盡量表現他的意見 他其實只要表現過 要他不會堅持意見 用心 很多人都知道 我已經被比高起來了 我不是故事 他小肚肚子而已 但是沒有讓我表現出來 讓我很難 所以我們要讓人溝通 讓人說出他的意見 他的意見 你跟同時 你跟尊重 你沒有接受別人 沒辦法去 不是 不可能 大家已經接受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已經要溝通 這個溝通激情 一定要讓人看到 所以言論百分之百的自由非常非常重要 OK 來 佩玲 喂 喂 喂 我先從剛剛第一位問的開始討論 好 看後面 我想 那個 你應該是老師嘛 對不對 剛剛還會有講 對 對 OK 沒有 我是想說 其實我剛才講的這個東西 會跟老師 你那時候前面講的那個 其實我認同你說 那個已經不同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 可是為什麼現在又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講 民族主義 或說你說民族運動 國家自決 那民族到底在其中辦理什麼 字面上來看沒有民族啊 我其實要講的是說 恩 因為比方說以我是激進撤意這個政團來講 我們在鼓吹的民族其實是所謂公民民族 就是我們一直有在強調說 這是類似像 比方說美國或法國 它是一種因為你的認同而 大家參與這個共同體而形成的 所以這跟學統 包括你看像我自己本身外神人嘛 跟學統 跟出身 跟其他那些其實無關 主要是你對這個共同體的認同 所以那個邊界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並不是說 因為我民族主義 所以我要回到納粹 或是用中華民族主義 其實我覺得問題比較大 反正是像中華民族主義 這個大家很煩嘛 因為你是黃皮膚黑頭髮 你是中華人 你是中國人 對啊 那韓國人是不是中國人 欸對 我要講個例子 這個就很有趣 大家知道那個 中國有個少數民族叫太族 是一個人字旁 在一個泰國的泰國 對啊 太族這個太字 事實上是那個共產黨上台之後 就是中國建國之後才創造出來的 而且是跟周恩來有關係 就是說他們這個民族其實是 等於是泰國人的民族 他住在中國境內 對啊 因為雲南那一代其實 雲南這一代 緬甸那一代 其實甚至緬甸跟泰國自己 都有常常那個邊界很不清楚的那個年代 因為戰爭跟領土變更 那也就是說 那如果按照這個中華民族這個定義 那泰國也要變成不可分割一部分 那就是很好笑啊 對不對 那所以 我想說 我前面舉了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的那個 對民族這個邊界的認同 其實是應該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他在中國他當他的太祖 就是 這是他的自由 那他如果他要去泰國當他的泰國人 那也是他的自由 因為泰國人裡面 大家都知道非常多的所謂的華裔或是 中國後代甚至後來都趕名詞了 他們甚至連中文都不會講 他就覺得我是泰國人 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什麼他就是泰國人啊 其實他就只是祖先是泰國人 所以我覺得 這個問題來講 像 像 或者說 我會去比較親近 這種的民族國家 比方說 美國和法國 那 當然台灣有因為冷戰後 在亞洲地區作為美國 所謂的冷戰代理人 的這個問題在 或甚至說 現在這個 冷戰可能因為南海問題在升溫 所以台灣又會扮演某種戰略性角色 可是我覺得 這樣講好了 美國也不喜歡菲律賓獨立啊 美國也不喜歡 巴拿馬獨立啊 美國應該也不喜歡非常多的事 那 我們就 第一我們就不要跟美國做生意 我們不要用英文嗎 不要 應該我想大家不會有這種 反常識性的這種想法 所以我會覺得 而且 我們如果真的攤開 從 國民黨時代一直到現在 就美國國內兩派不同的立場 不管是 兩黨政治下 或者說有沒有支持台灣的 或支持中華民國 支持中共 那個都非常多的聲音 那 你問題來 你要人家支持你 你自己不講清楚你是誰 我是台灣人 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地區名詞 還是一個民族的名詞 你現在連國籍也不是嘛 你國籍上就不能寫台灣人 我們只能自己貼紙貼一貼嘛 對不對 然後必要是 還要把那個貼紙或護套拿下 就是那 我是台灣人 那我是誰 台灣人又是什麼 你都沒有辦法定義他 那事實上 這些所有的國家 說我是泰國人 我是英國人 他其實就是那個民族啊 所以 我常常會覺得說 華人其實是最可悲 就是說他們每個都說 我永遠都是中國人 都是華人 然後 就像我家某些親戚 或是大家看到某些 這些 退休的國民黨官員一樣 就 子孫啊 人本人都已經住在 這些地方了 就拿 國外的 拿美國加拿大的護照 什麼什麼 就是 那你們不想待在中國 你也不想待在中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不想待台灣 可是你到每個地方去 又想把那邊 變成一個華人社會 所以 我是覺得 我最受不了華人這一點 所以 老師你剛剛講的那個 後現代問題 我覺得後現代 它其實歐洲的思潮裡面 後來也有談到很多 更多其他東西 包括後殖民的問題 甚至法國後來又再講 第二現代 你必須要對現代主義進行再啟蒙 這個問題 那 問題來啊 你每個地方最後一個小團體好了 那它還是有個民族問題啊 原住民是不是一個民族 那 它的民族 跟我們現在所謂台灣的民族 或是中華民族 什麼不同 還是我們要習慣性就是 像中國對待他們一樣 我們說 你們就是少數民族 你就聽我的 好像也不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這個問題 有時候是大家對一些名詞 或對一些 哲學思潮不同的解讀 但事實上 我是認為說 對台灣有利的東西做 那 那是不是說 美國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美國是可以被 比較容易被改變 跟中國比起來 對 你要改變習近平比較容易 還是要改變那個 美國國會議員 或是甚至像川普這樣的人容易 我覺得這個都蠻不言而喻 對 好 那再來 剛才你的問題是什麼 對 喔 對 我們自己的文化 對 對為什麼 比方說 欸 像華華前輩 或是說很多的美麗島的 綠島的 這些 我看過的這些受難者的故事 這些不會在 我們的 這些 流行影視 通俗文化 或是我們容易取得的 這樣 我只能自己去找書 以前更少 以前他只能去台灣的書店 台灣一條那邊買 那 其實很簡單 就是 你知道 台灣的電影 電視以前是誰在把握的嗎 那這些把握的 掌握的人 他們現在變成所謂叫做 他們先 以前他們目標是 只是控制台灣 那他們現在目標變成是 所謂兩岸文化交流 或是所謂的 我要前進中國市場 你要前進中國市場 你連那個 在台灣拍的戲 鈔票都要用人民幣了 拍到101 還要用電腦修處把它修掉 你覺得他怎麼可能去討論一個這樣的 或是聲聲對台灣來講是很切身之痛的題材 那 這個問題 所以 回歐台灣又跟轉型正義有關嗎 你轉型正義沒有做 一般人的嘗試不足 那他不知道這些事情的存在 我說真的 很多人住在新店 住在中和 不知道有金美人權園區 你跟很多人講 金美人權園區 金美軍法 他們以為真的在金美 那個金美是金美軍區 所以從那邊叫做金美 他其實在新店 其實在秀廣橋下 可是因為他的地點 本來就選很隱密 不是像說中正經理堂 那麼顯著的那種方式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蠻可怕的 包括我有高中的同學 我前陣子貼尾 他說 他住在那附近十幾年了 他都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可是他都常常還算是被我刀念 而且他也算是蠻 比較綠色色彩 比較支持獨派的理念 你是覺得很可怕 你都不知道那個什麼地方 然後那個金美人權園區 他已經叫金美軍法看守所 其實更早的時期 他是什麼人 他其實是原住民的獵場 其實我那時候在做那個研究資料的時候 我看到的資料說 以前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秀廣橋下這個地方 他因為有很多水草 然後還有水源地 所以鹿會在那邊吃 然後原住民就會走在那邊打獵 其實你現在看那個地方 他的荒廢還有那麼多的工廠 或是說開發的很不OK的狀態 你現在難想像說 台灣本來是這麼美麗 這麼 這麼失憶的一個地方 這麼生機盎然 結果國民狀態把它變成一個 一個黑牢中心 然後我們台灣繼續 繼續用所謂經濟開發 跟繼續用我們的這種 都市景觀的方式 繼續糟蹋它下去 其實我說真的 我所追求真正的轉型正義到最後 當然絕對不會只是針對國民黨的時期 甚至我們自己做了環境掠奪破壞 我覺得那都應該是要討論 可是如果連國民黨這一關都過不了的話 你現在連追錢都可以說 好,副電會你錢給我了 我就OK 那你還想要做什麼其他的東西 更精神上的嗎? 那不可能 那 我會跟你談你剛剛的問題 比方說很多人說 會打仗 其實我也蠻多朋友是這樣子 那 可是 我覺得五年前 我也會面對這個說法 會遲疑一下 可是我現在 我會跟你說 你如果台灣不獨立 反正要打仗 就是 你可能以後是跟美國 日本聯軍打仗 而不是跟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 那個結果到底哪邊比較好 其實 很難說 因為 繼續維持現況 繼續維持 所謂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下去 他的箭筒的方式 讓你最後 被中國收進來之後 你會變成中國的海軍基地 那變中國的海軍基地 就是作為他 出海 出兵用的一個用途 那其實就是很像 台灣二戰時候在日本 治理下的那個狀態 被美軍轟炸 對 我覺得真的 你多去找些這方面的文章 或是說多看看這些國際戰略情勢 我會發現 中國和台灣 當然除了他們的所謂的 這個不可分割 或是說 穩定維穩之外 其實很大原因是 因為他要 他要從一個大陸型的一個霸權 轉為海洋霸權 但是這個其實 有 滿多困難的點 他沒有辦法突破了 包括港口 包括 所謂第一島鏈封鎖 包含 就是 他的海軍的傳統的問題 過去我們知道一個很失敗的例子 就是德國 你怎麼樣從一個陸地型霸權 轉型的海洋 其實 他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其實做不到 歷史上有很多失敗的地方 那所以 有沒有拿到台灣來的地方 那是一個滿大的一個突破性 那如果拿到台灣之後 我們的命運又是怎麼樣 我覺得 嗯 我反而覺得台灣獨立是在看更遠的東西 就是 到最後我們不是讓美國 或是誰來 決定我們 我們自己要能夠發言 我們現在連WHO都走不進去 對啊 你怎麼 你怎麼跟人家說我是台灣人 你說 沒錯 所以現在我們很重要 就是要讓台灣人知道 我們現在的中國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也不是國家 那我們要把台灣變成國家 這一點是我們要努力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說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這一點現在還太多人不知道 尤其是最嚴重最近看到的外交部 竟然外交部的公文還是寫 台灣是依據開羅宣言光顧台灣的 還是這樣寫的 前輩你要知道 很多人現在還是沒辦法反駁這個問題 他們覺得開羅宣言是一個條約 滿多的啊真的 以為這個條約 那我們現在 這個問題 要經過溝通 要來講清楚就好了 那就是說 我現在 我這裡 這裡最主要就是講說 就算合約高過任何 宣言 不是閃宣言或者開羅宣言 我這裡還有特別說 就算合約定了以後 所以開羅宣言就是nonsense 開羅宣言就是nonsense 那個結果是nonsense 這個我可能要補充一下 這個我可能要補充一下 因為那個開羅宣言它本身不是一個宣言 它只是一個新聞稿 當然在討論 我說它也沒有所謂的簽署簽名 都沒有人簽名 所以它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法律效率 所以沒有辦法根據一個沒有法律效率的東西 來去授權做什麼事情 它在法律上本來就是出現的問題 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說現在的外交部還這樣寫 還說是台灣是根據開羅宣言光顧台灣的 它還有光物節 現在中華民國還有光物節 現在是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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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取消了 但是很多人還在這樣講 我現在聽到的是 剛才有時候說民族的觀念 我在說民族的觀念 就是生命共同體 就是生命共同體 現在是取消了 現在我相信我們要跟大家講清楚 就是說 在台灣的人 尤其林志生 好 他們很愛將台灣人混作 以前就被世代的 一个人 一个人的后代 如果台湾难民都不是台湾人 但是你看美国那个 美国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The People on Taiwan 它是The People on Taiwan 不是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是在台湾岛上的所有人居民住 都是People on Taiwan 如果我们要爱台湾结果 我们一定爱People on Taiwan 不能People of Taiwan 不能够只有说像我日不是在出生的 我跟我的子孙他可以做台湾人 其他就不能做台湾人 没有这个道理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国家了 美国是最清楚的 各种民族都进去了 台湾现在更需要 因为现在人口却少了 台湾现在我们在西南向 就是希望很多新人进来 尤其台湾要做到什么 做到说很多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人 都愿意做台湾人 这样才可以 我们才有机会 不然哪有机会 所以 一定爱The People on Taiwan 不是of Taiwan No No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所以 He said Burst on Taiwan But the man on Taiwan People We must say You reverse on Taiwan 三个 我们可以on 那些 没有啦 你天使我现在是这样 我现在是主要说 我去到美国人便宜 没有啦 不是说 这台湾 多少的人 就有建立国家的管理 应该是要说 他出事 在台湾这个土地的人 才有管理来做立一个国家 可以 可以 你如果说出事 这样不行 不像 不像你 你自身说 是 他的祖先在这出事才可以 你自身是说 他的祖先像我 我现在的新移民 对不对 中国来的这 对不对 不是在台湾这个土地出事的人 他也没有管理 台湾又要建立 做立一个国家 我们台湾都成做 没有啦 我现在 可是现在已经有四分之一的 新人口 是移民口生的 我现在说 他有新人 不是 他在移民口地 他在移民这个土地 你听我说完 我现在 我现在 天生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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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说台湾出事的人 对啊 天生台湾人 要建国的人 要祝拜建国的人 天生台湾人 但是呢 如果要做台湾人 要做台湾国民 是民意的天生台湾人 对啊 你要移民来 对啊 那是民意的 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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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欢迎台湾的人 不是 不是 美国也欢迎台湾 台湾的人 我们可以接受 你能移民来 保险 美国人 也是这样 要成为做美国总统 一定是美国主席 所以现在 政治中国人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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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国民 台湾是一个国家的时候 你要做台湾国的国民 不用一定天生台湾人 你要规划也可以 我们反应规划 不然如果没有人规划 我们刚才接 我们人口很少 这是我的国家想的 你能不能不同意 我们再来办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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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概念可能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用 刚刚在讲民族这个字 Nation这个字 其实它有很多的含义 至少有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一个是吴热仁的概念 吴热仁的概念的时候 他认为Nation一定要翻译成民族 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民 所以他这样 可是另外黄昭堂 以前台渡联盟的主席 黄昭堂他认为说 你如果Nation翻译成民族的时候 它容易跟种族产生关联 反而民这个问题没有出现出来 所以即使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也会遭遇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也知道什么 所谓是台湾民族 刚刚还有人讲说文化民族 公民民族主义 其实我们可能在学院上的分类 学院上的分类 你可以说他们有一个人民自觉 可是你也可以把它说是民族自觉 但是是 那个民族就可能会在很多人 讨厌中国民族的这个概念 或中国霸权民族的概念 可能就不利于我们跟别人沟通 所以你要传达的概念是一个集体的概念 那刚刚还有一个那个 关于地方的概念 因为其实建国跟成为一个共同体是两回事 我们聚集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体 就是大家在一起 可是要成为国家被国际承认 认为你是国家 它又另外一回事 所以文化的共同体 或者说它可能会是一个地方型的 比如说你是台南人 台北人 这个东西 你都可以是一个共同体 有个文化性 可是它不见得会上升到国家 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台南民族 也可以如果要用广义来看 台南有那个区域的民族 但是它也不会变成国家 所以我们可能 所以有些是建国的运动 为什么是它不是一个民族的运动 因为那个民族的运动 因为我们太多民族了 会产生某些说法上面的冲突 还有一个会 因为讲民族主义 很容易在运动的推动上 很容易会被变成视为种族主义 别人会污名化 所以就是说在学院上的分类 比如说我们在学院上 会把这些事情 独立建国的人 都视为是民族主义者 一般在学院 可是在运动上面 就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做 这个是可能提供大家做参考 阿兰哲学飞行旗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去留在这里 然后还可以跟黄华先生 还有冯大卫 和Devi一起交换意见 就欢迎大家继续留在这里 好 我们谢谢两位 大家掌声 谢谢阿兰哲学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五 直月星期五 七周年 满七周年 所以呢 非常欢迎大家来 那下个礼拜五的题目 因为这黄华先生 这个是 我们就是硬把那个早 挤出时间来 所以本来应该要让他跟 他晚上也没办法 没办法熬夜 所以 我们排在这下午 不然的话我们下个礼拜 我就请林敏聪 来谈的题目 叫做台湾 社会民主国 就是台湾 本来是台湾民主国 可是他只要谈 从社会民主的角度 来谈一个国家打造的概念 然后应该 本来要请陈俊宏 来一起讲 结果陈俊宏 他现在变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的主任 所以我们哲午是不找官员 不找政治人物来的 就是线上政治人物来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找他来 但是应该还会再找其他的 雨潭的学者一起来 非常欢迎大家 下礼拜五晚上的时候 七点半 来参加哲午的七周年的生日 谢谢